唐氏政少女贝拉去年遭狠心虐待案件 引起举国关注 柔佛王储东顾伊斯迈早前声明 将委任她的律师团旁听贝拉的受虐案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纳都斯里利纳哈伦也随即透露 将觐见柔佛王储 不过部长的这个举动却引起网民批评 炮红她过去鲜少为贝拉发言 如今才来作秀 利纳哈伦去年探望贝拉的视频 也再次被网民翻旧账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纳都斯里利纳哈伦 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 透露她和部门官员已经准备好 觐见柔佛王储抗力 汇报贝拉受虐案的最新进展 贴文也感谢柔佛王储 现意免费向妇女部提供律师团服务 以旁听案件审讯过程 这对于妇女部致力为贝拉伸张正义 非常有意义 然而这篇贴文 附上部长去年探望贝拉的照片 却再次让利纳哈伦成为众矢之地 遭网民围剿在作秀博宣传 而利纳哈伦去年七月 探访贝拉的这一段画面 也再次被网民翻出 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 网民认为部长为了作秀 罔顾唐氏儿童的情绪 还带来记者和摄影 让孩子饱受惊吓 秋节基金会联合创办人哈提妮 在推特转发视频推文时 抨击妇女部 自案件发生以来都舞动于衷 狠批力量哈伦对保护儿童麻木 且毫无头绪 但突然间却忙碌起来 只因为柔佛王储发怒了 就连反对党领袖 公正党班里谷国会议员法米 都忍不住调侃部长 被骂了才要行动 十三岁唐氏少女贝拉 去年被指遭吉隆坡 旺杀马珠一家福利中心的负责人 西地拜农虐待 目前案件在吉隆坡地庭审理中 柔佛王储抗力 早前发文力挺贝拉 强调愿意用所拥有的权利 为贝拉讨回公道 包括免费为贝拉提供法律援助